這邊可以先上台囉 開始 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應該算裝午了 午安 我們今天要安裝的車款是經理還蠻熟悉的 VH的車系 那這款車是Golf的五代 五代跟六代的底盤其實是共用的 像七代的話它的底盤才稍微有一個改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車友 因為好幾年前也有跟經理工廠 有改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 那今天因為原來的避震器已經用了應該五六年 五年有了 已經損壞了 所以來換成是KT的道路版 那前面的這一台 其實它的動力也有分很多款 有柴油 有1.6升的汽油 還有GTI 還有激素動力最大的這一款 五代的話是R32 那六代的話就已經 最頂級的一個Golf R 就已經是渦輪化了 就不是3200cc的NA引擎 那這款車是1.6升的 Golf的話它的前面 這個陽角的地方的話 有分大陽角跟小陽角 這個有粗跟細 其實七代的話也有分 可是五代跟六代 後方的話就都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七代的話可能為了要節省一下成本 所以後方的話才有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一個四代 後懸吊其實都已經很棒 像我們現在最新的TNGA的底盤 其實跟這個Golf五六代的底盤 其實很接近 所以它的操控的話就會好很多 那五代當然它的歐系底盤 還是有一定的水平 好這個變性損壞 那我們來看一下KT裝上去的一個狀況 我們先來介紹後方好了 後方的話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它的後避震器可以看到 它的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但是它的下方固定座 是在陽角 在陽角後方 七代的話就不是囉 七代的話延伸在更下面 七代的話是在後下直壁 固定座是在這裡 所以七代的長度會稍微略長一點點 那後方的話 這個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上方這個橡皮 還有下方的橡皮 都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後方的Golf 我們配置的糖王公斤數是五公斤 這個桶身 上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阻鈕值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個方程套 它是做專用的規格 所以它的密合度 往下啊 密合度相當的好 這裡就比較不容易會擠水 那後方的一個安裝的重點 就是桶身 桶身的話 它調整長短啊 它的後方車高並不會改變 後方車高的調整 是要靠彈簧上方這個海樓器 這個機構 才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這個桶身是在做這一條彈簧的預載 如果彈簧太鬆的話 就需要把桶身再鎖短一點點 可是這個桶身千萬不能鎖得太短 不然它彈簧預載過多 就會有 調整不出來它想要的一個感覺 好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這一台車 在側高降低之後 因為是奪連桿 所以後輪的角度 Camber一樣會變趴 但是我已經七代的話是可以調整Camber 五代六代的話應該也可以 我來確認一下 這個這裡也可以 鏡頭帶得下來嗎 這個這裡有一顆 下肢幣的內側 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顆螺絲是在調整竖角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跟七代其實都一模一樣 但是這裡拍得到嗎 我手指的這個地方 這裡鏡頭有兩個有點難拍 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在調整 這個是後方的仰角 所以這個地方是在調整後方的仰角 所以這一台的話 車高如果沒有降低的特別誇張的話 它可以靠後方的偏心螺絲 來調整後方的Camber角度 所以是沒有要特殊角度的話 是不需要改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車有的話也有改了 這應該17吋的吧 PS3 這是17吋的輪胎旅軒 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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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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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本來這個應該是里程數有點多 所以我們還有幫車友更換傳動手 我們來看一下它破損的傳動手 這桶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拍得到嗎?這裡有點亂 這個就是我們所使用的義大利IP的阻尼油 這個是20番的 一般它有一個比較道路版本的話 我們是用5番的 所以這個是義大利進口IP的阻尼油 我們用料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車友本來這個轉向的話有一個異音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防塵套 防塵套這裡有破損的狀況 那這個傳動手一般來說 如果這個防塵套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這個破掉了 那一旦破損之後它的油會沿著切線方向 在鋁圈的內部會有一圈的油漬 所以如果這個壞掉的時候 記得要趕快要做維修 那如果拖得太久的話 它會把油噴掉之後 沙塵會跑進去裡面 裡面有滾珠有軸塵 就有可能會把裡面的一個金屬跟金屬的一個間隙 會變大 那變大之後 要花的費用就會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如果有一場的話 可以先換這個防塵套而已 那如果是來不及的話 就要換一整支的傳動手 這個是前面駕駛邊的這個傳動手 它換好的狀況像這樣 這支是新的 剛剛換上去的 但這個不是KT的產品 這個是我們在檢修的時候 也有發現這個狀況 所以建議車友 要一邊要把它做維修 換轉向的時候 會有聲音會有異音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1.6升的 我們配置的公斤數是7公斤 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它不是直捲式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只有7公斤而已 那這個羊角它的辨識方法 如果影片中有業內的同仁在看的話 這裡 這個羊角可以從這個地方的煞車卡前 來辨識這個羊角 那如果是GTI 如果是R32 那不用問了 那一定是大羊角 那如果是1.6的話 或者是柴油之類的 那就建議確認一下這個羊角的粗細 免得材料不同 沒辦法安裝 所以這個羊角 五代六代 這個羊角 有大有小 也要特別注意 好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車高調整的話 是靠這個桶身的長短來改變 我們如果要高的話 把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旋鬆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拉長 車高就會變高 那今天的車高大概是 一直半到兩指幅左右 沒有要降得特別低 好 那KT的用料 剛剛的主尼有 是用義大利IP的 那像是在我們內部 攸關到避震器最重要的 露不露有的一個零件 就是裡面的油風 那KT所選用的油風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這個品質的話 都能夠維持得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在 這裡介紹影片當中 這個是KT製造的工廠 是在台中的檀子 那我們檀子場裡面 也有Golf的期待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經理我們最近的話 VH的車系 銷售的狀況相當的不錯 那可能是因為公司裡面 剛好有這款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 在比較產品的時候 網路上詢問眾說紛紛 每一間品牌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建議車友們 各個品牌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乘坐 可以去試看看 那KT的話 不論是在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在龍潭 那它的服務據點的話 北到基隆 好像是百福社區裡面 七堵 也有服務據點 那在中部的話 是我們台中自己工廠 也有經銷商 飛魚底盤計演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店家電動自己也都改裝KT的產品 所以都有辦法提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就是多多試乘 試乘之後 覺得KT的產品不錯的話 再來考慮就可以了 那以上是今天 VH車系Golf五代的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